有些人可能會說 我都不知道這個是不是出自神 那它就需要證據 需要客觀的證據 證明這個世界真是有神創造的 萬物都是神創造的 在這裡我們都說了 簡單的說了 怎麼樣我們證明這個世界是神所創造的呢? 第一就是每一種的生物 它的身體裡面 都有很多很多種很奇妙的設計 是證明有神去設計創造的 雖然有些人講進化論 待會我會回應一下 簡單回應一下 譬如我的眼睛 因為眼睛是最容易解釋的 我們全身都不透明的 但是唯有眼的中間和前面是透明 所以我們能夠看到東西 如果眼是很軸的 我們看東西就很蒙茶茶 但是我們的眼睛是很清的 為什麼全身都不透明呢? 為什麼那裡會透明呢? 那些人說進化了 進化的時候根本是盲目的 不知道的嘛 譬如說 變了眼睛出來 變了眼睛出來 正常就不會透明了 為什麼會在那裡變成一個透明的球體呢? 前面又透明了 看正的中間有一個鏡頭 有一個晶體 就是會能夠對焦 而那個對焦是很強勁的 如果大家試過玩一個放大鏡 找太陽之下曬東西 都要幾吋的距離才可以對焦的 但是我們的眼球是很小的 可能兩吋之內 兩吋之內 它可以對焦 就是很強勁的 還有它裡面有很多的肌肉 很多的筋 就會令到它能夠很準確地對焦 有點像一個彈床那樣的 那個鏡頭的晶體 周圍是有一些筋 拉著它 讓它可以拔行它 這些是不是偶然變出來 變成這樣呢? 就是我們看東西 看東西是即時可以對焦的 我們眼睛也有眼蓋 可以睡覺 有眼淚 可以滋潤了眼 還有會殺菌 我們又有一個紅膜 可以調光 因為大家如果發覺在一個黑的地方 出去一個光的地方 眼睛會很殘的 因為那時候黑的地方 它就要開大瞳孔 一到光的時候 要收細 我們眼前面這個紅膜 我們看到一條條肌肉的 我們看著鏡頭 也看到一條條肌肉 那些肌肉就是把它收縮的 另外一種就是把它枯起來的 這個也是很精巧的設計 還有後面有一些感光的細胞 有一些感光的化學物 讓它有光的時候可以感光 然後有四條神經線 將它運到腦的四個部位 但是它就會將四個部位的影像合併為一個 就是我們右眼左眼 分開兩個部份 然後右眼的右邊和左邊 分開兩個的 左眼的右邊和左邊都分開的 但是我們看的時候是天衣無縫的 我們不會看到中間有條線隔開 我們是會兩隻眼的影像合併 是一個很完美的影像 還有我們眼中間是有那些 好像Jelly這樣的東西 Jelly這樣的東西 這樣就供應那些營養 因為它不用血了 它用一種Jelly 然後它有一條管道輸進去 有管道出回來 那那裡塞了就會變成有青光眼了 青光眼就是它裡面那個壓力太大 就會逼不出來 那就要找醫生的了 如果發覺我們看東西 看不到180度 周圍好像越來越小的 看這個範圍 那這個可能是青光眼 就要去醫生那裡檢查 這些都是很明顯沒有理由 全身這麼多地方 這麼多樣東西 為什麼我們的眼睛會是透明 又有這麼多功能 擺在那裡的地方 就好像我們看著一個攝錄機 攝錄機跟我們眼睛比 沒得比的 我們眼睛複雜它 億萬倍 我們不會說攝錄機是自己砌出來的 或者一隻猴子 它自己玩啊玩啊 或者小朋友玩啊玩啊 整個攝錄機出來 是一定是有高度的智慧設計 但是我們的眼睛的高度智慧設計 是比攝錄機是更加複雜的 比任何我們有的儀器都更加複雜的 那這些都是看到神愛啊 就是它做我們的眼睛可以看到好的東西 那我們在這些事情 我們看到神的愛啊 你想一下沒有眼睛啊 你會怎麼樣呢 如果我們活著好像一條幽隱那樣 是完全沒有眼睛的 什麼都看不到 又聽不到我們的生活會是怎麼樣呢 是很困難很困難的 所以由這些創造物 我們都可以看到神的設計 那我都簡單回應一下進化論 因為進化論就是化石證明進化 其實就是壟斷那個溝通 它們是控制那個傳媒 控制各樣東西 那些人就以為化石就是證明進化論 其實化石是推翻進化論的 很多人不知道這個東西 因為那些化石就是將以前的生物 一層一層地顯露出來的 但是最先一層有很多生物的 叫做韓武紀 拼音來的 Cambrian Cambrian的化石層是有很多種生物 包括脊椎生物 那這個Cambrian的生物呢 就是很多元化 那它們就會說 那這些這麼多複雜的生物 沒有理由這麼出現 一定是有很長的歷史 但是它們在之前那一層叫做Precambrian 就是韓武紀之前那一層 是找不到這些生物的祖先的 這些生物是一聲出現的 那這個東西是支持神設計創造出來的 那另外呢 由一種生物變成第二種生物 那它們很喜歡講那些人緣 那人緣那些化石呢 其實是任人去控制的 那我解釋這個意思是為什麼 譬如它們發現這些頭骨 是從來沒有一塊完整的頭骨的 當然有些近代的那些是有完整的頭骨 那些古老的那些全部的頭骨已經碎了 那它把它砌起來 砌起來的時候它可以砌近一點、開一點 砌近一點、砌開一點 那頂部份大一點 好像聰明一點、智慧一點 砌那個嘴子突出一點 就好像像源頭多一點 這個是很有爭論性的 砌出來的那些形狀 是不是真的證明到它進化呢 其實是很有問題的 而那些重要的那些它們就不說了 它們當是人,人緣變 人緣就是圓、圓喉 變成像人 像人的就叫人緣 好了,圓喉哪裏變呢? 就是老鼠變 老鼠就是所有捕魚類動物的祖先 但是老鼠跟我們真的很大分別 就是腳是屈的方向是不同 整個身體的構造是完全不同的 但是中間是沒有中間形的 由老鼠變圓喉 是完全一聲就變出來的 億萬年的變化 是完全沒有任何一個化石 是由老鼠變人緣的 因為圓喉的那些化石 你可以砌砌砌砌 砌出什麼故事都可以的 但是由老鼠變人緣是沒有的 不只是它,很多種生物都是的 那些瓊也是,那些龜也是 沒有一個正在變的 那些蝙蝠應該由老鼠變 但是沒有一個正在變的 由老鼠變成蝙蝠 那這些都是給我們看到 根本化石是支持生物突然出現 和不是由一種變另一種 是全部是獨立出現的 最古老的化石和現在的生物是一樣 除了那時候大隻一些 有很多是絕了種 那大隻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環境好 所以它大隻很多 但是並不是代表它們是不同的 其實都是一樣的東西 那這個很簡單的 講到證據證明 真是有神設計 那有些人會問 那這樣化石不支持進化論 那這樣的時候 是不是代表創造論就是對呢? 就是證明進化論是錯的 是不是代表就證明 創造論是對的呢? 證明有神創造天地謎物呢? 這個答案很簡單 因為全世界的生物 無論是動物植物 細菌 或者是那些真菌 就是冬菇類 或者是貓菌 或者是病毒 就是virus 所有它的遺傳因子 都是同一個密碼的 就是那些密碼 因為我們身體裡面 在那個遺傳因子裡 有四個化物 就是簡稱A、T、G和C 那它的排列呢 就是不同的排列 就會是不同的氨基酸的 而這個密碼 在所有的生物都是一式一樣 因為這個世界是真的很合一的 就是所有生物是合一 同一個設計的 如果不是變出來 就是設計 一定是有個設計者 就是創造了 所以沒有第三個可能性的 就是有同一來源的時候 如果不是進化出來 就是創造出來的 而這些化石是證明的 那些生物是突然間出現的 在韓武紀 大家如果上網找Cambrian Living Things Fossils Fossil就是化石 F-O-S-S-I-L 你找Cambrian C-A-M-B-R-I-A-N Cambrian Fossil 那你會看到很多很多不同的 非常精巧的生物 那這些都是突然出現 還有由一種生物去另一種 是沒有中間形的生物 它們所謂的中間形生物 是非常牽強的 譬如有一個始祖鳥 他們說始祖鳥是爬蟲變 雀鳥的中間形生物 但其實始祖鳥已經有羽毛 是會飛的 所以始祖鳥並不是雀鳥的祖先 亦都不能夠證明 雀鳥是由爬蟲變出來的 譬如蝙蝠 根據進化率是由老鼠變 因為根據進化率是最像老鼠 蝙蝠 那隻腳怎麼變成翼呢 變的過程又不懂得走 又不懂得爬 又不懂得飛 這個最重要的是 如果雀鳥變成翼 那正在變的過程 變一變一下 不能走 即是雀鳥的前腳不能走 又不能飛 而且不是這樣生出膜 就會飛的 它是有一個很特別的肌肉 令到它能夠發很多千下 那些雀鳥飛 例如那些雀鳥飛 飛很遠 它怎麽樣可以不太累 如果我們人做一百下 已經累到不得了 因為它的肌肉和我們的構造 是完全不同的 這個是神很奇妙的設計 就讓我們看到 即是不是變出來 就一定有神創造 而神創造是充滿愛的 證明有神設計 這個神就是 它是很有愛心 祂做我們的身體 叫我們能夠享受的 神是做很多很漂亮的事情 叫我們能夠享受的 即是我們很喜歡拍雀鳥的 那些生物的顏色 真是非常奇妙的 我們人穿衣服 不會撞色撞到 好像雀鳥那樣的 雀鳥撞色 什麼色撞什麼色都可以的 但是都漂亮的 但是人撞色就不行的 還有耶穌也說 你看他們的八花 它比所羅門最榮華的時候 所穿的衣服更加漂亮 如果大家看看衣服的質地 和花的質地 花的質地真的很漂亮 很精巧 很簡單 但是很漂亮 雖然很脆弱 因為它不需要很硬的 它不是衣服 但是它很漂亮 它很足夠 達到它的功用 就是它的功能是什麼呢 就是吸引那些蜜蜂 各樣昆蟲去採蜜 讓它可以傳播花粉 那為什麼那些花 又會做顏色出來 這件事很奇怪 整棵植物就是綠色為主 為什麼那些花 會做到這麼漂亮 這麼多花款的呢 還有這麼多種的方式 它那些花粉的位置 是每一種花都不同的 就會有吸引不同的昆蟲 那這些都是很奇妙的設計 是神出於愛去關心我們的 所以我們由這些去思考的時候 如果這個世界沒有花 會是怎樣的呢 這個世界如果沒有蝴蝶 會是怎樣的呢 沒有鳥仔會是怎樣的呢 沒有魚會是怎樣的呢 很多東西我們英文說 take it for granted 就是當證據必然的 其實這些一切都是神設計的 所以當我們想到神設計 我們就說 其實神的愛 真的在很多地方都顯露出來 有幾大類的證據 證明神的愛 就是神的設計 神的創造 還有神創造是有感情的 譬如我們看到一些動物 尤其是狗呀 貓呀 是有感情的 就算是獅子老虎 和他的子女都是有感情的 這個是很特別的 就是神做的生物 不只是做的生物出來 還有做人也是的 人有感情的 就是因為神有感情 所以做出來的生物都是有感情的 這個也是很特別的地方 代表我們將來去天堂都是有感情的 我們看到神也是有感情的 是真是神是令到我們生活是可以開心的 不過很多人呢 他看到這些東西好吃 他又不感恩 就是他覺得必然的 就不會覺得 這麼好呀 有這麼多好吃的東西 就是我們留意一下那些食物 譬如芒果的那些香味 菠蘿也有菠蘿的香味 這些食物不僅是有它的味道 它是有香氣的 香味的 所以吃了之前聞一聞 是更加享受 都是神給我們享受 也都對我們身體是最好的 自然的食物 對人是最好的 那這些都是神的愛的表達 那在自然界 那然後神就見到人有罪 所以祂差遣耶穌救我們 這個都是很大的恩典 因為神可以不救我們的 就是我們有罪 是我們負責 神不需要救我們 但是神是計劃了救我們 並且用的方法就是 居然神的兒子 為我們降生做人 承受很大的懲罰 被人看小 被人厭氣 然後受最大的刑罰 神是設計祂的兒子 是會經歷這件事 神是知道的 將來耶穌是會被釘十字架 而釘十字架是一個很羞辱 和很痛苦的刑罰 在十字架上 很多個鐘頭 那有些人甚至在那裡 一天都不死的 那還有那些衣服是脫光的 因為我們看到那些照片 通常都是有穿著一點衣服 但其實在真正的 釘十字架的紀錄是沒有衣服的 他們是很羞辱的 掛在那裡 讓人們走過去 揍他們 說他們做了錯事 應該受釘十字架認罰 但耶穌是無罪的 為我們釘十字架 讓我們可以去到天堂 是一個很大的恩典 所以我們就感謝神 我們有這個這麼大的恩典 然後就是聖靈 神會叉顯聖靈 感動我們去悔改信主 因為我們本身不懂得去找耶穌 有很多人在報道會裡面 或者是有人帶他去信耶穌的時候 他會感受到平安、興省、感動 這些都是神臨在他身上感動 這些都是神的愛的表達 當我們知道這個世界原來的萬物 是證明有一位真神創造 而不是進化出來的 真是有一位很智慧的創造者 而且他很愛我們 他創造萬物 都是為了祝福我們 叫我們能夠享受生命 享受食物 享受這個大自然 希望我們都會去思考 去尋找這位真神 聖經有很多的預言 證明他是神的說話 聖經不是一本普通的書 他一早預言將來會發生的事 讓我們知道神是知道將來發生的事 譬如在耶穌未來之前一千年 那時候還沒有釘十字架刑罰 聖經已經預言到將來 耶穌來到會被釘十字架 他怎麼知道將來 那些人會將人的手腳釘穿 來釘十字架呢? 神是一早知道的 所以他能夠預言到將來的事情 聖經也預言到不同的事情 譬如現在末世 很多的地震 飢荒瘟疫 海嘯 聖經說到將來 因為波浪的響聲 很多人就方方不定 但以前是很少海嘯的 因為現在天氣的變化 就有很多的海嘯 很多變熱 聖經也說到將來會變熱 很多汗災 還有瘟疫 很多疾病 現在傳播得很快 聖經也說到 在末後日子 會有很多戰爭 很多擾亂 我們現在看到 很多語言一直應驗 聖經還有很多其他語言 讓我們知道聖經是真神的話 我自己以前是不信有真神的 我經過研究之後 我發現真的有真神 所以我才相信 如果你是想了解更多 你可以向我詢問 我是葉牧師 我希望能夠幫助你 去尋找這個真神 而這個真神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他很充滿愛 他很關心我們 聖經也都答應 如果我們愛神 跟從神 聖經說 神為愛他的人所預備 是眼睛未曾體見 耳朵未曾聽見 人心未曾想到 神會為我們預備很多奇妙的恩典 在我一生中 我經歷很多神的祝福 是真的很真實 很真實的 神真的會祝福 凡是愛他 跟從他的人 所以我們的生命 可以大大的提升 有很多人的生命 是很枯燥 很多痛苦 很多煩惱 很多重擔 是時時都是壓力之下生活的 並不享受 就算他賺到很多錢 都未必享受 但是神真的能夠叫我們 享受生命 開心做人 那你想不想今生開心 並且來生永遠的永生 永遠跟神一起 是最好的 有些人覺得這些是虛假的 不是真實的 但其實有很多人 他們有試過短暫離世 因為現在醫藥的進步 很多時候會可以急救 救回人 他們已經死了 他們說到他死了之後 靈魂出來了 就看到周圍的人在救他 在做不同的事情 或者是哭 或者說話 他都說得出來 就真的證明人死 不是好像燈滅一樣 即是死了之後 不是消失了 而是我們的靈魂 會離開身體 真的靈魂可以出來 看到發生的事 然後有些人 他們信耶穌 就去到天堂 又見到耶穌 就讓我們知道 真是有證據 證明真是有真神 有天堂 有耶穌 有神 他們生命都很大改變 證明他們不是說謊 是真實的經歷 也有些人 他們死了之後 去了地獄 經歷到很大的痛苦 極度大的痛苦 難以忍受 因為我們每人都有罪 我們有得罪人 得罪神 我們有說謊 傷害人 想不好的事 心中有很多污蔚的意念 很多污蔚的行動 很多貪心自私 不成神 神是聖結光明的 所以當人有罪 而得不到神的赦免的時候 他是要去地獄 受永遠的懲罰 是很淒涼 很慘的 所以關心我們將來去哪裡 就是說 當我們真信耶穌的時候 我們真的可以去到天堂 並且今生是永遠得到神的祝福 這個不像一種客人的方法 就叫人信耶穌 其實是真的有證據證明 有這位創造萬密的真神 並且他很愛我們 很關心我們 他也是聖結公義的 所以有罪的人 一定要接受罪的懲罰 這個不是一種客人的方法 而是真的證明到的證據 證明有這個真神 而當我們聽神的話 信靠耶穌做救主 他真的會祝福我們的 我們又多謝主耶穌 為我們釘死在十字架上 流出補血 拯救我們的靈魂 當我們真心悔改 認我們的罪 求耶穌赦免我們 真心信靠耶穌 拯救我們的靈魂 我們就可以得著永生 是非常好的 我們就可以有經歷很大的改變 當我初信主的時候 我即時經歷很大的平安喜樂 神真的可以臨到人身上 所以希望我們都會回應神 神啊 你這麼真 我去尋找認識你 如果大家還沒有很肯定神的存在 大家可以跟我溝通 可以去了解去研究 是不是真的有這麼足夠的證據呢 最重要就是我們關心我們將來 因為呢 我們將來永永遠遠 一是天堂 一是地獄 如果真是 永遠在天堂 真是好得無比 如果永遠在地獄 是很淒涼 我希望大家呢 關心自己的將來 會關心自己 去到天堂 或去到地獄呢 真是會尋找 去了解去研究 不只是關心現在的事 因為現在的事都要過去 很多人就說 我只想要去研究 但其實信不信耶穌都可以做工 不是一定信耶穌就不能做工 不是信耶穌就不能做工 不是信耶穌就神不會供應 其實我們信耶穌當然我們一樣是工作 神是真是會供應和為我們預備工作 這個是神很大的恩典來的 凡是信靠愛祂的人 神是會大大的祝福 希望你聽到 關於原來 世上的萬物是證明有神創造 你會真是尋找神 你會尋求神去赦免你的罪 求耶穌拯救我們的靈魂 得著永生 那你願意的話呢 可以跟我一起有這個祈禱 求耶穌赦免我們的罪 請救我們的靈魂 親愛的天父 我們多謝你 因為你是創造天地萬物的真神 有很多證據 真的證明 有一位創造天地的真神 萬物不是進化來的 是神創造的 而你是一位慈愛的創造者 你所創造的生物 有很多都是有愛的 我們看到人 都是有愛 有關心人的心 還有有感情的 這是很特別的禮物 我們也看到動物 都是有感情的 就是神會創造萬物 有感情 還有會懂得愛的 就是因為神你是愛的 你是關心我們的 求主幫助我們看到 我們真是人生 是很短的時間 而我們將來要面對永恆的 求主幫助我們尋找你 我們真心去尋找你 神啊 你是哪一位呢 哪一位是真神呢 我們真心去尋找 也都去研究 我們會發現 聖經有很多的證據 證明是神的說話 在這個世界上 有很多的證據 證明真的有神創造 盼望我們都能夠來到神面前 主耶穌 我是一個罪人 向你赦免我的罪 將永生賜給我 請救我的靈魂 叫我能夠今生 經歷你的同在 經歷你的祝福 來生得到永生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聖經答應我們 神愛世人 甚至將他的獨生子 自給他們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自滅亡 反得永生 神很愛我們的 甚至將他的獨生子 耶穌基督賜給我們 叫一切信他的人 都得到永生 不自滅亡 反得到永生 主耶穌求你幫助我們 真心悔改信靠你 你必然祝福我們整個生命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神愛我們 真是一個很大的禮物 求主的平安臨到我們身上 感動我們 吸引我們來跟從你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多謝耶穌 感謝耶穌 神你真美好 我們全心感激你 我們祈禱奉主耶穌聖命 阿門 多謝天父 阿門就是真心的意思 我們祈禱和神聊天 就可以了 我們真心祈禱 神一定是祝福我們 我們如何去繼續跟從神呢 希望大家會找一間 有教導聖經的教會 去認識神 可以去基督教的書局 找一些書 和買一本聖經 可以去讀 去了解 你可以聯絡我 我是很樂意幫助你的 你整個生命 一路跟從神 去參加教會 去認識耶穌 去祈禱 認罪 求耶穌赦免 和時事 讚美神 神就開始改變你的生命 也都我們願意給神 去更新我們的生命 將我們的犯罪習慣 改了去 求主耶穌赦免我們 不給人影響 不給煩惱影響 而是時事感謝神 時事歡喜快樂 遵從神的時候 神是很喜悅的 神就會凡事祝福我們 求主幫助我們 祝福我們的生命 祝福你 希望你都會聯絡我 祝福你 拜拜 神騷 不可以 神師父 祝福你的餚 祝福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